第一題 他說我們在做乾溜實驗的時候 觀察到鋁箔開口有所謂的黑煙跟白煙 他為我們下列推論何者正確 我們知道二氧化碳、甲腕跟一氧化碳 這三個氣體都是我們前面所教過的所謂的無色的氣體 那我們也跟各位說過了 我們看不見無色的氣體 所以二氧化碳、甲腕跟一氧化碳 既不會是黑煙也不會是白煙 所以只剩下選項B 白煙是小水滴 就是我們前面教過的 它蒸發出來的水蒸氣 遇到空氣、遇冷凝結形成的小水滴 也是在做實驗的時候我們跟各位所強調過的 在這個實驗當中 一開始冒出的白煙是不可燃的 因為它是水蒸小水滴 小水滴是不可燃的 所以我們的答案要選擇的是B 白煙是小水滴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題